美国有些,美国有些消化 這些消化人物在台灣 沒有人知道人物也不知道它是消化 所以又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生活中 像有時候早上一大早 要出來 開始討論今天的安排 種種種種 其實美國人有個習慣就是說 在我還沒有喝我第一杯咖啡以前 不要談什麼大事情 我頭腦根本沒有在運作耶 對不對 那當然我太太是留學海外 但是她沒有接觸到美國文化這一部分 常常在家裡我在吃早餐的時候 我眼睛張開一半 再吃 然後她開始講一大堆什麼東西 她講給她對 你了解嗎 了解 了解什麼 所以美國人早上眼睛還沒有打開 還不了解 還沒有喝完第一杯咖啡 你看有一個老先生實在多嚴重 她就每天喝那個咖啡 她就說 咖啡好喝 但是為什麼每一次喝咖啡 我的幼顏都痛 這一定有問題 連續好幾天她就去看顏可醫生 顏可醫生很有耐心就說 看你的眼睛好像沒什麼問題 那我泡一杯咖啡給你喝 結果她喝了一個咖啡 馬上 顏可醫生看到了 他說 先生你喝咖啡以前 先把湯匙拿出來啊 所以你早上沒有醒來 這樣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會發生 對不對 先把湯匙拿出來 要丟眼當然會痛 你知道了嗎 所以 這個是美國人跟咖啡的故事 我在高中開始喝咖啡 其實我不是當時覺得 那個味道很好 但是一個同學他就覺得說 你已經到了高山 你一般高山的人都在喝咖啡 我們有警機 警機電話來了 可能是歐巴馬還是誰 他說你已經到高山 一般高山的人都喝咖啡 我說沒有這個習慣 他說我知道 我調給你喝 結果他調一杯咖啡給我 哇 我覺得真的好喝 他說你看 我認為調給你喝 所以後來 其實不是說美國人很仁慈 會調給我喝 而是 因為我高中是那個講學精的嘛 我讀那個 美國馬州的一個名校 一個高中 我們同學 像我 我第一天到那個高中 我們說十年級 就高一嘛 高中三年級 高中念三年 我們高一 我們說十年級 我到那邊 他們 就說 因為校園太大 怕你迷路 你不知道去上課 什麼什麼 我給你一個學長 來給你一些輔導 所以他給我那個學長 那個人的名字 他的姓叫做沙克 中文叫 翻譯成沙克 我覺得奇怪 加上來的 欸 有一次我在跟他講 我說欸 那沙克疫苗那個跟你 有什麼關係 他就看我說 那是我爸爸 所以我們的學校 是這種級的 都是這樣子 啊像 兩個部習 大的跟小的 都是我們那個高中畢業的 所以 我們高中有很多 有很多那個 家族的 家族的很有名 像美國你看 一個人 是不是很有看頭 美國人 會有 一個姓 然後 前面 first name 中間 middle name 對不對 你看那種 啊 結果我們有個同學 他的 他的那個 first name middle name last name 全部都是H開頭的 HH 他的心裡 就寫 HH 哇 這種 屬於國王級的 你知道嗎 誰敢為孩子 取這樣的名字 那已經是 因為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 都是同一個 initial 同一個字母開頭的 除非你家族是很有地位的 才會取那種 後來才知道他後面還有一個山 羅馬數字 123 嘿 我 我從來沒有搞懂那個同學加入做什麼 但是好像是很有名耶 這個 這個也是看 看美國人的一種做法 OK 所以我到了高山 因為我有獎水金 我們必須到那個餐廳去斷盤子 水校的餐廳斷盤子還有洗 洗那個髒盤子 所以一個同學在休閒之間他給我調一杯咖啡 這個咖啡他怎麼調的 我先不講 我只告訴你 後來 我們 一個 一個那個老師 一個男老師 後來我們有一個男老師 他有一天 他有看到我喝咖啡 不然他講了一句話 看到我開始在喝咖啡 他說 啊你的糖裡面 要不要加一點咖啡 這個意思 應該可以懂嗎 哇 那個同學他給我調的那個 哇糖半杯以上耶 不要加一點咖啡啊 不要再加一點南京 有沒有 就這樣 所以難怪 這個我的身材沒有辦法維持這個苗條 小車系 所以後來我一直一直就 高中就喝那個咖啡 那慢慢就了解別人喝咖啡是真的喝咖啡的 不是再吃糖 所以我慢慢減少 那到今天為止 你看那個美國推廣那個咖啡文化 推廣到全世界了 我們前幾年去美國去 什麼 華盛頓州去看那個 星巴克的 原始店 他的第一家 阿倫做一個 阿倫當地的導遊 他給我們 那個 介紹他說 按照他們擴展的速度 世界的咖啡豆 可能早就用完了 那為什麼今天還喝得到咖啡呢 這個道理大概跟速化劑差不多吧 所以這個是不是咖啡 我不知道欸 有一天 萬一沒命就解剖看看 裡面有沒有咖啡還是都是化學 現在化學這個東西太多了 這個也是我們打開報紙 天天 最近是 對最近 我太太在看一點電視 是說那個夾的那個 鮭魚卵是不是 鮭魚的那個卵子 做做Sushi阿 做什麼日本料理 那個夾的 還有 還有 你吃什麼魚 魚頭饅頭 饅頭 還有什麼 什麼 黑糖饅頭 他說那個都是化學的 還有吃 喔 他們又才講到 吃那個牛排 那個牛排是 集合牛排 這個 這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就是成本的 那個牛排是真的 但是他不是 一塊 他是把它拼湊起來 不過這些東西其實應該是政府機關 去查的 就像 那個食物 如果 喔他又說到 我太太看的最嚴重就是 他的說他有時候有那個 小魚乾 是 不新鮮 那怎麼辦呢 他就說他用一個 炒菜鍋 他就 放一些油 然後放一包味精 一包 然後把那個魚乾放進去 然後整個炒一炒 這樣出來 稍微滴乾以後 就是 不錯的一個小魚乾 啊你吃了再吃味精 但是他廣告並沒有寫 味精小魚乾 沒有這樣寫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這種消息 其實你會有一種錯覺 你會覺得我們台灣是 無政府狀態 啊他們的想法 是什麽 他的想法就是 你如果投票我給你兩千塊 投他們的 在我們內湖 在我們內湖 台北內湖 已經 幾個禮拜前已經開始 他們有 可以免費報名 那個遊覽車 早上到 台中的那個什麽叫做什麽 中台什麽禪式 一天的遊玩 一大早到晚上 三餐和點心飲料 全部包著 還有禮物 還有小禮品 還有紅包什麽的 這樣一天 不要說不要錢 你懂嗎 不是不要錢 你回來口袋還有很多東西 而且包著還有禮物 還有你一天的三餐 都給你 已經開始 他到中台禪式 很巧合的 那個什麽 五噸一根馬鹽就剛好在那裏 很巧合的是不是 阿都跟大家講一講 我想他們要搞什麽 是不是選舉已經起跑 是不是 那我問他們說 那你要不要花五千塊 來聽我們民政府的演講 每個人的臉拉得好長 所以你看 這個也是美國要了解 我們面對什麽樣的一個對象 他是無限的鈔票 來 堆積他的政治成績 阿我們用什麽 阿我們現在 就是希望美國可以出來講些話 連這一次 上一次有那個 美國有公聽會 6月16號我記得 結果 我本來在報紙上 看到 如果美國賣那個F16給台灣 就工作 和經濟利益 得到最大的 好處的兩周 是德州跟 佛羅里達州 結果很奇怪的 很巧妙的 剛好就是佛羅里達州跟 德州 的那個國會議員 就出來開公聽會 呼籲歐巴馬來賣這個F16 你能想到這麽巧妙耶 剛好他兩周 都就會有最大的利益 所以後來 我們就寫信 給那些 因為那是外交委員會嘛 我們就寫信給他們說 你要賣那個F16 你要不要先探討 用這個軍事軍備 是一個叫做中華民國 國防部 那 那 嚴格來說 永恆美國國防部 為什麼在台灣 我說我們 我們這裡 我們一些台灣人 我們研究台灣歷史 我們還是沒有找到一個法律依據 這個國防部在這裡 那再者就是 那個時候的佔領開始 佔領現在還沒有結束 佔領地不能徵兵耶 那是國際法有規定 日內瓦公約有規定嗎 那我說 議員是不是應該先研究這個話題 再討論賣什麼 所以我們不斷的寄這樣的信給他們 什麼時候我有回應 不知道 我們讓他們去 去 了解 去 覺醒 我們這個資料都收集起來 我們覺得 嗯 他們可能是為了經濟利益 而是忘記台灣人的人權 其實那個 那個 台灣關係法有提到台灣人的人權 而且你有沒有發覺 台灣關係法所提到台灣人的人數 你有沒有發覺 很巧妙 差不多 一千 八百五十萬嘛 這個數字差不多對耶 就是剔除那些流亡人士耶 現在差不多剩一千八百五 欸 差不多耶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數字跟他好好談一談 OK 所以 我們不斷的跟他們溝通 那剛剛 我 就在中間幾個學員在討論 我說 我們如何 台灣民政府 如何加快速度在這個體系裡面 那我就說了 其實美國 他受到很多的那個壓力 尤其國際上的壓力 對不對 所以 你想想看 我們 就像一堆 親女對不對 他們兩個開始約會的時候 那 別人就過來說 欸 我 我不同意 啊這個叔叔過來說 喔我不同意他們這樣找我 那媽媽 這個女方的媽媽說 喔你這個男的不好 啊這個女方的爸爸說 喔這個男的不好 那大家就在講這個 那大家就在講這個 喔我不贊成你這樣解 如果你這樣解 合不好 喔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意見很多 大家意見很多 其實雙方的條件還可以 但是爸爸媽媽意見很多 等到有一天 就是女方說 已經三個月了 那這個時候就有不同的考量 對不對 所以這個例子好不好 好 但是我們就是這個例子 用在民政府這邊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我們現在講 如果美國現在出來 喔現在中要宣佈 那我現在 這個民政府即將要申請 要發佈這個身份證 要發行身份證 我這個身份證 我要承認 所以將來怎麼樣這些 不用面談就可以來美國 還有隔兩個月後 這些很可能就變成 不用簽證就可以直接來美國 好 今天做這個神聰宣佈 這個時候 就跟那個情侶開始交往的時候 很多人會插一件 而且這很多人之中 有的人是有權利的 有的人是有power的 那萬一他開始插手 要扭轉這個情勢 我們不是就很麻煩嗎 因為已經把計畫講出來了 但是他們 對這個計畫有質疑 有懷疑 所以 深重考慮以後 這樣做法不好 乾脆 沉默 沉默思君 先不講多少 等到 這個民政府 申請第一批一成章 申請第二批第一成章 美國 國務院就說 OK現在 有一個團體叫台灣民政府 那他發行這個身份證 經過我們深重的開會 我們要承認這個身份證 這個身份證 目前的持有人 他寫TW嘛 台灣本土台灣人 TW這個 可以到美國 免面談 那 將來 一個月後 我們再檢討是不是 就免簽證 好 今天發布完了 謝謝 哇 這麼大的改變 台灣政策這麼大的改變 中共的大使會不會馬上跳出來 干涉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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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不起 excuse me 你說是哪一個條約 把台灣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哪一個條約 第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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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你要回去查 你那邊執政多少年 你還沒有查清楚是 好那你回去查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對不起等一下我看看 中華民國 無此稱呼 中華民國無此稱呼 你是哪裡來的 台灣 台灣 喔台灣 台灣叫什麼 一中個表 聽不懂 什麼叫一中個表 聽不懂 你每次跑到海外 不是都把自己稱為台灣嗎 那有一中個表 喔 中華台北 喔那個不用 將來 反正 美國體系裡面 你就台灣就可以 喔這樣這樣 他就慢慢 可以把這些問題都把他推掉 嘛 反正 母已經成舟了嘛 這個孩子就 不要說三個月 已經昨天已經生了嘛 對不對 台灣 民政府跟美國國務院 已經辦好結婚手續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要插手 你就 你就有問題 欸 所以等到這個時候 做個宣布 那我們在座各位 當然 就非常的聰明 因為 到時候 對不對 到時候我們 我們前面的那個 樓下的那個報名 齁 從這裡排隊到 桃園火車站呢 你根本都擠不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很聰明 先搶個位子嘛 先辦個那個 結業卡嘛 你已經 有你的一個席位 已經有你的身份 所以這樣當然比較好 所以 雖然 這樣做 是對我們比較辛苦 嚴格來說是對我們比較辛苦 但是 我們還是按部就班 就這樣做 因為 等於說 你 就像打 空手道 或是跆拳道一樣 你第一圈 就是要命中 所以等到我們在國際間 那個新聞上 第一圈去去 身份證已經發出去 美國承認 而且還更巧妙的 不但美國承認 你記者稍微問清楚一點 這個卡片 所用的這個 IC版的這個系統 欸 跟美國的這個 海關 和國防部是一樣的 哇 那這個就不是開玩笑耶 這已經是 美國系統耶 對不對 啊等到這一步的時候 那就 不一樣耶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已經出了記憶圈 那別人 要怎麼抗議 那就 相對的 就比較 站不住腳啊 他可能可以大呼大叫 所以 我們常常說的 我前面講的 我們用那個國際法結構 欸 我們的和平條約 我們的條約 我們的條約 用這個結構 究竟三和平條約 是國際間承認 的一個條約 是國際間承認的一個條約 在美國 憲法來講 第六條 就是反正 這個參議院所批准的這個條約 跟美國憲法同一個位階嘛 所以 我們用這個究竟三和約 這些 這個東西出來 就是像手上拿個棒子 就去打別人 或是那個遊戲 不是那個小老鼠跑出來 砰 砰 砰 一直打嘛 這個是中共 砰 對不對 這個是 俄羅西馬 砰 這個是什麼 聯合國什麼代表團體 砰 我們一直用這個做一個棒子 來打這些 我們可以打得很有效 最後 如果要討論 台灣問題 聯合國要最後討論台灣問題 是用感情式的討論 還是會到那個法理來討論 最後一定是法務司提出 欸 他們這樣講 周先生合約 既然是這樣的結構 那也沒錯 那台灣屬於美國管轄的海外領土 那也沒錯 那也沒錯 條約這樣讀是沒錯 欸 那這個時候別人不喜歡 那你是要按摩 你要出兵嗎 你出啊 出出看 這個時候我們就講話很有力 所以 現在 這些情形 我們 就是 重複一次 雖然現在我們走的比較辛苦 但是 在到時候 一下子 砰 可有這個成績 而且比較 很穩住的 掌握這個 這個整個傳線 那我們就 將來就比較好做 所以現在 我們就是 每一個人 的工作 就是 要很努力的去 推廣我們這個觀念 我們的工作 現在就是 推廣這個觀念 推廣這個觀念 當然 事情就是怎麼樣 你有的時候 碰到一些人 他們就聽得進去 你有的時候 碰到一些人 他們就是聽不進去 這個是 人之常情 剛剛我們在 在休息的時候 有一個先生跟我講說 其實這樣的理念 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台灣是美國的什麼海外關系 其實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也有一些傳教師 也在講這個觀念 當時 聽不懂 怎麼可能 現在時間一轉 三十年後 他越看 讓我拿一些這個書 拿回去 好好的詳細閱讀 讓我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結構 去了解這個整個結構 去了解這個國際法結構 我發覺這個 發覺這個比 那個獨派學者 或是 進入聯合國學者 這些人講的 是 好很多 因為我們這個結構是 緩緩相扣 它那個是 東一句西一句的 而最後認為說 我們應該怎麼樣 應該 你的結構在哪裡 國際間要看的是慣例 潛力嘛 對不對 你看法院 法院要判 我媽媽是這樣 這樣這樣 我爸爸是這樣 這樣這樣 他們兩個現在要離婚 那小孩子 要怎麼處理 這個都是看以前的例子 以前的例子有哪幾個作法 對不對 包括那個金錢的書目 包括那個 誰 有監護權 包括誰可以拜訪多少時間 這個所有的都有以前的例子 還有 甚至於在這個過程中 小孩子可以 發表多少自己的意見 那個以前都有 不一定是規定 慣例 很多事情 國際監視看慣例 因為沒有那個規定 海亞公約 二內瓦公約 都是把這些慣例 寫下來 但是很多還沒有寫下來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Puerto Rico 關島 Philippines 這些 古巴 這些整個 從戰爭一直到它成立自己的民政府 這個整個流程我們可以主張為一種慣例 每一次都是這樣去處理的 那台灣不會例外啊 那就這樣 他們就說 那台灣 1945年10月25日已經中國光復啊 那 網路常常看到的是說什麼 呃 如果別人不同意 一年兩年三年也可以提出抗議啊 沒有人提出 欸我在想這個理由很奇怪 這個家謀把他的太太殺掉 然後埋到深山裡面 等一年兩年三年 如果沒有人提出來 那他就無罪嗎 這個邏輯有問題耶 這個不是別人提不提的問題 而是法律上有那個客觀性 你這樣的做法是 是錯誤的 你這樣的做法是違法的 而且像戰爭罪是沒有時效 不是10年20年 所以現在在台灣 你看這些團體他都說什麼要賠償228 政府就說 那個時效已經過了 雙方貪僵持的時候 那他的王牌在哪裡 他就應該提出來就是戰爭罪 沒有時效耶 不然他就講他的歷史觀 那個時候 根本主權在日本手中 啊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這樣講 一直這樣講 一方面他會發覺 我們是唯一的講得通的歷史論述 唯一的講得通的 而且唯一的可以保護到台灣人民的權利 利益就是我們的論述 別的都談不上 你說今天他喬著要進入聯合國 你說你台灣的歷史論述在哪裡 其實我告訴你他們都講不清楚 講不清楚但是最後的結論就是 不論如何台灣今天有人民 有土地 有外交關係 而然後自己政府所以有資格進入聯合國 但是如果你研究這個過程 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對 今天這個人有監鎖 有醫師執照 有護士 有牌照 所以他是 冒牌醫師啊 他是冒牌醫師耶 他的執照是雜的 他的護士是假的 他的膠牌是假的 他什麼都是假的呢 你這邊說 你有領土 你有什麼領土 領土是要靠所有傳狀 不是你講的就算 你國際條約哪一個是把 台灣的領土 要嘛國戶給中華民國 要嘛國戶給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 有這樣子一個條約 沒有 所以 羅榮光先生 你沒有領土 你沒有領土 外交關係 台灣所有的外交關係 是跟中華民國簽的 沒有一個跟台灣當局簽的 所以你台灣沒有外交關係 OK 這兩個還要繼續講嗎 你不可能進入聯合國嗎 人民 你把身份證拿出來看嘛 他寫中華民國 在林志森還沒有辦好 我們第一批一千兩千三千的這些台灣身份證 台灣沒有人民 OK 所以 你 這些團體其實如果很聰明 他們就知道 他們可以把他們的積蓄 他們的人手 全部就 先把積蓄專給台灣民政府嘛 再把人手集體過來上課 然後了解我們這個以後 他們也可以 正式 改變他的 他的那個組織規章啊 就 就隨同我們一起去爭取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和台灣人民真正應該有的那個權利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美國精神 我太太常常說我太固執 我不認為 人會講 我堅持某一個觀念 但是人會說 我告訴你我不同意因為ABC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我聽你以後 欸有道理 好 我的主張 我不再主張 我聽你的 我可以這樣講 但是我發覺在台灣 很少人這樣講 都是 考慮到這個 我以前講的 現在如果改變 所以 明明知道自己錯了 還繼續講下去 這樣怎麼做事欸 這樣不好做事欸 所以 像林博士他怎麼跟我們講 他說 其他的團體過來 其實他已經 已經放棄了 已經沒有在 期待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領導者 都一直在 考慮到這個 你跟他們講 反是 ROC 體系裡面 你什麼都不能做 你贏 也是ROC贏 你輸 也就是你自己 團體輸啊 所以 你這個體系 如果不跳出來 你沒辦法做事 好了好了 知道了 我們先贏再說 嗯 沒有辦法做事 沒有辦法做事 好多年前 那個 有一個人 來到我辦公室 因為那邊 我們那邊 我們大樓 有很大的交椅廳 很大的地方 有 有很多個桌子 沙發什麼的 可以在那裡聊天 他們說 欸 是不是 你這個 外籍配偶家庭 那你也幫忙 很多 他們這些家庭 是不是這個 可以投票的這一方 就叫他們投這個 民進黨 那個時候 三五年前嘛 我說 好像他也姓林 還是什麼 我說林先生 你民進黨的論述錯誤 他說什麼錯誤 我說很簡單 你的黨綱不是說 台灣主權獨立嗎 啊名字叫中華民國 我說你告訴我 什麼時候 台灣併入中華民國 你告訴我 他講那些 我一條一條 反駁 我說那 林先生我告訴你 你現在你回去 跟你那個 主席 緊急 緊急要求跟他開會 然後跟他指證 接點 你明天就給我一個信 OK 我們了解正確的情形 我們立刻 改變黨綱 他說 這樣很難做 我說 有心就可以做 你想逃避 你想躲避 就不能做 當然 林先生不要講藉口 要為台灣的前途 什麼都可以做 今天晚上 你不要睡覺 你把我剛剛講的話 你把它整理出來 明天立刻叫你的主席來做 你說他會做嗎 他過兩天說 什麼時候 你那些YCPAYO家庭 可以 開個會 然後我們 看怎麼支持民進黨 連你講的話都聽不進去耶 所以跟這些人 實在是 你講他的毛病 左邊進去 右邊出來 我們天安西人就說 像水 過牙背 那個 你拿一些水 那個鴨子過這些 你到一些水來 沒有影響耶 他們就是這樣 你提出他所有的毛病 沒有任何印象 沒有任何影響 這樣不是做事的了解 我就跟他講 我們要為台灣的前途 不是嚴格說 為民進黨做 我說 你的想法要改變 OK 你的想法要改變 立刻改變 不是為民進黨 而是為台灣的前途 然後為什麼阿扁八年沒有做這個事情 你叫你主席寫出一個說明 我要一個很 你要跟我一起配合家庭 我可以 我要你說明 為什麼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你 我必須有這個說明 因為我們美國人 美國的基本精神都不是像你這個不了了之阿 NO 我要檢討 連你 你這個 中國社會的那個基本精神是 每天要檢討 我要你檢討 我跟他講的很嚴厲的時候 他很不喜歡阿 那很難道他下一次不會再來 不過每天檢訊不斷 然後每天那個Email很多 然後他們用那個中華電信發那個檢訊 所以你發回去發不回去阿 你不能發回去說 你不懂法理或什麼 你都不行 因為那個 那個地方只有發沒有收阿 所以 我們走這麼多年 周邊的這些人 這個時候我太太就會講說 你真的不知道跟人家講話 因為我們美國人就是直接老當的對不對 像今天如果我碰到這個人 我說 我五年前跟你講的話 跟五年前你講的話哪一個對 我們要不要檢討一次 那發覺我對 那你今天要不要跪下去 我會這樣講阿 你浪費多少人五年的生命 因為你這個沒有用的這個論述阿 我會這樣罵他阿 我會阿 我說 那連真的東西你都看不到 你也不了解他的價值 你今天還耍什麼嘴皮阿 喔 你想 我這個時候我太太會說 你真的不會跟台灣人溝通耶 你不懂得溝通的醫術耶 我說對我完全不懂 因為美國人不想浪費那個時間 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如果你不能承認自己錯 那也不是做人的道理 對不對 如果人家可以講 比較好的一個論點 那我們必須承認 對不對 就像他們講的 那天電視上也講的 你不要喝太多的那個什麼 奶茶咖啡那些 因為他用的那個奶精 其實都是用什麼 那個奶精也是用一些油去做的 他不是用奶粉去做的 他說連那個木瓜牛奶 都不是用奶粉去做的 他是用一些奶精 那個奶精是用油下去去做的 所以你喝一大杯木瓜牛奶 你只是把自己的心血管 把它塞住而已 這麼嚴重 所以 我必須馬上 改變 我的想法 就像我們剛 我記得我們剛來台灣的時候 剛來台灣的時候 你不知道 我是非常 因為在美國徒生強大 我們對美國的食物 美國的吃法 我們是非常維護 而我們剛來台灣的時候 是沒有人在吃生菜沙拉 我大概 來了三十六年裡 我來的是 John Jess過世的那個秋天 我們那個時候到 世大的國語中心 到國語日報的那個國語中心 有時候就會跟我們老師去爭 老師說那吃東西 你要記得 你菜什麼都煮熟在吃 有了那個老太太教華語啊 她也把你當做兒子一樣來教啊 你記得那個 哼 我們都是吃生菜講大的 我吃生菜幾十年 我大概知道吃生菜是什麼道理 有一天 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講 你看他是 他可能也是我們所謂的那個 中國的那個外甥 他可能是因為教華語 但是有一天他跟我們講 他說 何先生 你講這個 我可以了解 但是 你不知道 台灣種那個菜 是怎麼種的 你不知道 這個他種那個菜 跟美國種那個生菜 做法不一樣 你美國可能是一個溫室 可能是一個很乾淨的一個環境 讓他適當的水 適當的養分 什麼都放下去 台灣 台灣就給你 你知道 三十六年前 中山北路 台北的中山北路 還有種菜的地方 而且那邊 有用英文的牌子 就說晚上不要經過這裡 這個不是捷徑 晚上不要走這裡 必須繞大馬路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那個時候 中山北路那個地方 他挖那個大坑 為什麼放那個 糞進去 為什麼加水 為什麼用那個來澆那個 那個菜譜 種那個菜 他說 是台灣是這樣去種的 這個 他說連我都知道 這個太不衛生了 所以你那個 在台灣你要吃那個生菜 除非你洗了五十次 六十次 這個會乾淨嗎 我那個時候看老師 看我其他的同學 哼 不能吃生菜 吃一輩子的生菜 後來這樣老師 一句道破 就說 在這裡不行 所以到現在可能 還有一些乾淨的生菜 可以吃 但是我要 我要說的是 我並不是 不能講理的人 她講那個道理 這個老太太講她的道理出來 我聽一聽 有道理 在台灣是不行 除非可能在家 然後你自己非常的 你又要 泡鹽水 你又要用什麼 你又要 沙拉托兩三瓶 然後你又要什麼 你這樣 然後曬乾 然後再泡水 然後怎麼樣 那第三天沒筆克伊斯 所以 他會點醒我們很多東西 那我還是覺得 這個也是美國的基本經驗 你要講到一個道理的時候 你應該可以說 確實在我感覺你 這個道理 比我原來講的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 這個所有的 住在台灣的人 他可以 重新 檢討台灣的歷史 台灣在國際社會 所碰到的種種情況 包括他的困難 各方面 因為 你的歷史觀 錯誤 所以你才覺得 台灣 這群人 在國際社會 被打壓 被虐待 不公平的待遇 不合理 因為你的歷史觀錯誤 你重新檢討 我們這個歷史法理 從馬關條約到現在 你重新檢討 真正的歷史法理到現在 你會發覺 這些都是 必然的現象 一定會發生的現象 一定會發生的現象 因為整個歷史 是歪曲扭拔的 一般人的認知 你認識 真正的歷史 你也可以了解說 未來努力的方向 應該是什麼 那這個有時候回到 基本 美國的一種 學理 一種法理 一種 一種基本 研究的精神 來重新檢討 我們 我們整個地位 和應手的方向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們 大家一起 努力 攜手 往前進 好不好 OK 謝謝 起立 走 請坐 休君十分鐘